除了口罩、酒精搓手液、家用漂白水 亦都成为大家抢购的目标 漂白水主要的成分就是刺毒酸钾 可以杀死细菌、真菌和病毒 但不要以为用得多就好 漂白水是有毒性的 台湾曾经有人因为清洁厕所的时候 纹了差不多一小时的漂白水而中毒 所以记得要戴手套和稀释来用 一般家居清洁 使用1比99稀释家用漂白水已经足够 用的时候窗要打开通风 还有记住 漂白水是不可以与酸性清洁剂 例如是洁刺剂一起使用 而未经稀释的漂白水 在阳光底下是会释出有毒气体 所以漂白水应该是存放在阴凉 和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另外皮肤敏感或者是湿疹人士 就不建议用漂白水 这些朋友可以改用天然清洁剂 例如是刺毒酸水去代替 一样可以有杀菌和抗病毒的效果 而且还不会损害环境 总之漂白水不是唯一的选择 也不需要用那么多 一知其实可以已经用一段时间 大家在家是不需要太多的存货 记住我们平时接收资讯的时候 不要做一块海绵 要用一个好像镜那么平静的心 站在高处看清楚 如果成为长下土的话 恐怕你只会被人牵着鼻子走 好感谢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